大家好 我是手脚冰凉的奥雷 今天带来日本恐怖片《生灵》的第一章 大帅和弟弟小帅都是校园乐队的核心人物 爱慕者众多 此时的大帅正在学校里的无人角落 和女友阿美贴身肉搏 突然大帅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便告诉了阿美 阿美怀疑有人偷看 于是试下查看 发现四周无人后 两人又开始缠绵起来 却不知此时 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们 正午放学后 小和与同学小徐在操场上插身而过 本想跟小徐打个招呼 谁知小徐完全无视他们 当他们如空气 小和也是大帅的爱慕者 但因为阿美和大帅已经在一起了 所以没有机会 两人走到小卖部买东西时 再次遇到了小徐 吓了一跳 赶忙质问小徐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会分身术还是会顺移 小徐却回避了他们的问题 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都注意到了小徐不对劲 因为走到哪都能遇到他 大家都在怀疑小徐不是正常人 大帅出于同情 叫朋友和小帅不要乱说别人的坏话 被小徐听到后 小徐便对大帅产生了好感 随后正派女友阿美来到班上找大帅 然后公然秀恩爱 小徐看到后很生气 于是用气震破了玻璃割伤了阿美 阿美就这样被送往医院 晚上乐队表演时 大帅因为阿美受伤而心不在焉 因此接连出错 后来阿美带伤来看表演 大帅总算放下心来 于是火力全开 但没唱两句 又看到了自带灯光效果的小徐 一时间大帅控制不住走了神 小帅看到大帅再次走神 便提醒了他一下 大帅这才回过神来 但小徐已经消失在了现场 晚上大帅做梦梦到了小徐 两人漂浮在水面上 做出了一个奇怪的知识 为什么周围会有这么多水呢 各位男生应该懂的 洗完内裤后 大帅问起了小帅关于圣灵的故事 小帅解释道 圣灵其实就是灵魂出窍之类的东西 姐姐补充道 他们的奶奶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 奶奶躺在床上 看到隔壁的邻居在吃米糕 结果去到邻居家里 发现邻居真的在吃米糕 这种事情不好解释的 我觉得圣奶奶饿了吧 第二天上课时 大帅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小徐 还情不自禁的望向他 老师发现后笑着问他 是不是喜欢小徐 弄得大帅很不好意思 下课后 小徐找大帅答话 并约大帅一起回家 两人显得相当亲密 这一幕正好被正牌女友阿美看到 阿美生气的跑掉 大帅立刻去追 小徐想阻止他 但却未能成功 经过大帅的一番解释 阿美原谅了大帅 大帅保证自己和小徐一定会保持距离 两人相拥的一幕被小徐看在眼里 小徐非常生气 晚上阿美来到大帅家 两人刚准备进入正题时 装果汁的玻璃杯就炸裂开来 阿美被吓了一跳 完全没了兴趣 随后大帅的母亲敲门进来 告诉二人时间不早了 大帅本打算送阿美回家 但却因为母亲的呼唤而被阿美拒绝 路上阿美连续好几次看到小徐 被小徐的多重瘾分身之树下得慌不择路 最后从高处摔下 身体被钢筋刺穿 临死前还吹了个泡泡 第二天阿美意外去世的消息传遍了全校 大帅怪自己没有送阿美回家 小徐安慰大帅 这只是意外 并把大帅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肌上 想安慰大帅 但却被大帅拒绝 我大帅顶天立地 绝不占人便宜 化学课上 大帅又出现了幻觉 并感觉到小徐一直在跟着自己 然而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两人同行时被其他同学看到 大家纷纷猜测两人的关系 体育课后大帅来到更衣室 被同学们问到是否喜欢小徐 同学说小徐很怪 住在火车站旁的老旧住宅区里 里面住的都是怪了头 怪不得小徐也这么怪 大帅听后立刻叫同学闭嘴 一天大帅收到了署名KS的安慰短信 知道是小和发的 于是找到小和 告诉他自己还不想恋爱 小和说只要大帅早点恢复精神 自己怎样都可以 这一幕又被小徐看到了 并误以为大帅和小和已经开始交往 大帅晚上做梦又梦到了小徐 被吓醒后打开灯 发现并没有小徐 还好只是个梦 第二天小徐趁小和和大帅打电话之时 使出了隐分身术 一个用大帅的电话跟小和通话 并告诉小和自己每晚都和大帅在一起 一个勾引小和让他跟着自己乱跑 最后跑到铁轨中间 大帅和小和同时确认了 小徐在自己这边 正在震惊之时 小和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被小徐引到了铁轨上 最后小和被火车撞死 之后大帅为了调查 来到小徐家 小徐准备和大帅恩爱一下 但被大帅拒绝 大帅质问小徐 到底对阿美和小和做了什么 得到小徐推诿的回答后 大帅脑子一热 一不小心掐死了小徐 正在懊悔之际 大帅突然看到 小徐的灵魂竟然在出窍 吓了大帅拔腿就跑 回家后大帅直接上楼 母亲看到大帅的后面 还跟着小徐 小徐竟然还很有礼貌的 和大帅的母亲打了声招呼 惊呼未定的大帅 贪软的坐在地上 母亲敲门提醒大帅 不要和那位女生玩得太晚 大帅还没反应过来 小徐就突然出现 大帅在躲避小徐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破了窗户 从楼上摔了下来 由于伤势过重 最终一命呜呼 在他死前 小徐还跟他来了一个死亡之吻 并说 我是真的爱你 隔天小帅来到医院 探望小徐 并希望了解哥哥的死因 原来小徐并没有死 小徐说 不记得之前的事了 小帅看到小徐的状态不佳 也不好再问什么 张医生查床查到小徐 小徐被张医生的温柔所打动 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了张医生 小帅下楼时 看到了张医生 和他的妇人孩子 而旁边又出现了 穿着和服的小徐 没过多久 小徐便消失不见 小帅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也没多想 毕竟刚刚才见过小徐 就这样小帅离开了医院 最终画面定格在了小徐的脸上 看样子 他已经找到了新的猎物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原本是有两个故事的 但第二个故事的字幕文件 有问题 无法显示出来 所以只能讲一个 第二个故事 只能把字幕文件里的汉字提取出来 对着画面一句句的看台词 我争取明天再加更一期把它做出来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可以说一下最近的近况吗 挺担心你的 我回皇时候生活好了很多 主要是物价比深圳低 之前提到过这个 我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 因为远离市中心 平时我很少出门 因为附近能逛的地方都逛的差不多了 再逛只能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住的这个小区有篮球场 不过都是小朋友在那玩 一个人实在玩不起来 就说到这里 关注微信公众号 奥雷说 获取更多影视相关资讯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